大家好 我是MIRROR 我又來到台灣 這次我來到高雄 因為平時我去台北多 這次是第一次來到台灣的南部 好開心啊 我知道南部的天氣是比較多陽光的 就算是冬天也好 都是很猛陽光的 尤其是高雄 現在是高雄的高鐵站 其實這次來的目的 都是想像之前一樣拍一些 好玩的景點給大家看 但是我想試一個 比較新的旅行方式 但我現在就在這裡買個關子 待會再跟大家說是甚麼 好 我現在離開高鐵站 你好 好 可以介紹一下我們是漫畫店跟餐廳的結合 早點抵銷120元就可以閱讀館內的所有書籍 那你可以先四處參考看看 好 謝謝 看這邊有漫畫 還有如果你不喜歡看漫畫的話 有普通的小說 還有 我剛剛看到我很喜歡的面膜 在台灣泡泡面膜 超棒 先坐在這裡 唉 點東西吃 透心涼 因為高雄的天氣 雖然是冬天 但也有一點熱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夏天 所以喝一杯冰的東西是很舒服的 還有我剛才問了店員說 原來我剛才很喜歡的面膜 一個老闆 他開了這間店 所以很奇妙的緣分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面膜 想不到它開了一個這麼好的地方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旅行的話 你很想放鬆的時候 你可以來一些漂亮的餐廳 然後喝一杯好喝的 可以喝一杯好味的飲料 然後吃個很好味的蛋糕 然後坐幾個小時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捨義 唉 是不是 不同的年紀 就會有不同的享受人生方法呢 可能是 來到台灣 怎麼可以不喝珍珠奶茶 聽說高雄有一間很出名的奶茶 叫做 嘩 就在這裡 我要買啊 我之前聽說有人說 是那個紅龍奶 是好喝的 所以現在要買紅龍奶 你要吃嗎 我要紅龍奶 要珍珠奶 有有有 一杯就好了 對對對 可以少冰嗎 我們現在都沒有冰 是喔 可是它是冰的 啊 好酷 好期待啊 因為其實平常喝的珍珠奶茶 都是一種茶加一種奶茶 應該是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第一次看到菜單 是兩種茶加一個奶 然後呢 還有一些菜單 還寫著 有些茶是多一點 有些茶是少一點 好 我現在要來試一下 是真的喝到兩種茶的香味 還有呢 因為我很喜歡 因為平常我叫珍珠奶茶 我是會少冰或者就冰的 而他們說的奶茶 是直接不會有冰 它直接冰 所以其實喝下去你不會覺得太冷啊 想少少養生的話 嗯 不是它珍珠都很彈硬 好了 我要開顧了 剛才我在片頭說的 新的旅行方式呢 就是醫療觀光 我給大家看看這條街 原來這條呢 是高雄的醫美一條街 它是聽說有超過十間的醫美診所 我覺得有點像江藍啊 因為江藍也是有很多醫美診所 現在來到這個診所了 我預約了來做Facial 期待 第一次在台灣做Facial Hello 你好 有預約嗎 有 好 謝謝 謝謝 OK 那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稍等一下 好 好的 好 那現在呢 就準備齊妝了 在美容師來之前呢 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會來這裡 就是因為呢 我一直都知道高雄的醫美產業 是誇獲得很好 所以我來高雄之前 就在一個高雄觀光醫療網站上面 就預約了要來做Facial 因為其實本來是打算放鬆的 但因為我看到高雄的醫美產業 整個網站都有很多介紹 一些住宿啊 或者一些行程啊 或者一些好玩的地方啊 上面都有介紹不是醫美的 所以我就覺得不如 除了吃好東西之外 還有Facial 嘗試一下 這裡這麼發展 這麼奉勃的東西 所以呢 我就 預約了這裡了 好了 美容師要來了 我們待會再說吧 做完Facial了 有沒有覺得我臉馬上 水噹噹了很多 因為剛才做完Facial之後 然後我又重新上妝 很貼 雖然我很滿意我妝的效果 而且時間上都比想像中短的 而且我覺得醫生和美容師 全部都很親切 然後這個環境也挺漂亮 所以我覺得大家既然是來高雄 都要身心放鬆的話 其實這個衣美的療程也挺不錯的 推薦大家來這裡 好了 剛才就做完Facial 然後原來旁邊呢 有一個Outlet 很大 這裡 我本來想過來走一下 然後就吃東西 因為其實也有少少肚餓 但是 進入到Outlet 我覺得有點控制不住 而且這裡真的超大 而且這裡 大得好像 有個樂園 這樣 很好啊 高雄好像什麼都有 又有煙味 然後 又放鬆 然後又有這麼大的商場 你看 而且其實走得很舒服 沒有人的 哇 我來到熱帶樂園了 哇 這個是我來到高雄 最期待一個行程之一 哇 怎麼辦呢 好多機動遊戲啊 我好久沒有來這些主題樂園了 我現在很興奮 剛才因為做完衣美 然後睡到床上 其實我覺得睡得有點腰痛 所以我覺得我要舒展一下筋骨 啊 玩什麼好呢 玩什麼好先 這個 什麼來的 我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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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來了來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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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穿上帶著海盜們 準備找鬼穿的拿回靈魂了 但是 蛤 這裡是了嗎 你在那裡 哇 哪裡啊 不要 不要嚇我 好怕 哇 哇 哇 蛤 出口單了 等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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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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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夠了嗎? 是不是夠了? 是不是夠了? 喔! 等一下請得 喔好累喔 不要進鬼路 好了,這次的旅程要完結了 有點不捨得 就等這個結尾在這麼漂亮的餐廳結束 因為現在這個餐廳 我除了可以吃茶 還能看到一望無盛的景 這裡很漂亮 我知道光是一個很放鬆 很慢活的地方 的確來後我也有這樣覺得 這次是我第一次來 所以其實有符合我的想像 但同時原來也有一些很先進的醫療 也有一些醫美設施 所以剛才我不是做了一個面膜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的皮膚 滑滑正正 我覺得在這裡的話 有種身心都可以充電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 都想有一個很放鬆的旅程的話 是想放慢你的步伐的話 大家都可以跟我一起來高雄 好了我現在吃東西了 我點了這個 啊 朱古力啊 嗯 好了我要吃東西了 不跟大家說了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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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